欢迎查播外电最新的消息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今天宣布了 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两笔最新对台的军售案 总金额为4.28亿美元 将售台湾的F-16战机 C-13栋运输机 IDF战机等备用零件 这是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七度对台的军售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 这一批对台军售提供台湾维持可靠的防卫能力 而且能够改善台湾安全 有助于维持区域政治稳定 不过美国澳洲的外长还有国防部长 美东时间6号在华府召开了2加2的会谈 美澳两国会他们在会后 也在记者会上面确定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批评中国大陆试图要改变现状 并宣布将跟日本组成的军力部署联盟 确保着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谈到双方对谈的重点 其中包括了台海局势 俄乌战争美英澳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等 而针对台海议题美澳两国也讨论到要如何因应北京 对此规则为基础来国际秩序造成的挑战 包含了试图阻挠着南海的航行自由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以及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旗下的川普集团两家公司 涉嫌长期逃税 陪审团审议两天之后 纽约的曼哈顿法院已经判定了 川普旗下的公司构成税务诈欺 还有协助前财务长等高阶主管逃漏税等数项的刑事犯罪 判决结果出炉之后 该集团恐怕会面临160万美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4900万元的法金 当然是很刺激的 当然是很刺激的 并且很刺激的与很刺激的问题 在试图上的试图 当然是对他们的证明 我们发布了很多研究 川普集团旗下的公司提供 包含了前财务长 卫索伯格等高层支付豪华汽车私立学校的高额费用 却不将其算为薪资收入 因此实际申报的薪资额比较低 减少公司必须缴纳的税额 这也是川普集团旗下的这些公司首度被判有罪 时间点刚好是选在川普宣布投入2024总统大选竞选之后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了年度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其中警告了到了2035年 中国将会可能会拥有1500枚左右的核弹头 并指出北京是没有明确说明 究竟计划如何使用这些核弹 对此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 谭克菲他驳斥了 这份报告歪曲中国国防政策军事战略 表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发展军力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反观美国建国近250年 仅16年没打仗 为一己私利四处煽风点火 在世界上制造分裂和对抗 所到之处带去的多是动荡和灾难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是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最大破坏者 美国在报告中 对中国核力量现代化 指手画脚妄加揣测 实际上最应该深刻检讨反思 自身核政策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核武库 持续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大力发展并谋求前沿部署战术核武器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通过美银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进行核扩散 日益成为核冲突的源头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恪守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艺人安逸宣他的夫事 这澳门德进集团前主席陈荣炼 他被控不法经营赌博等83项的罪名开审 他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刑罚 而这澳门政府最近也延续了 6家现有博彩集团的牌照 未来10年将会加入更多非博彩元素 也希望可以为澳门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以下来自澳门的报道 疫情三年澳门多了不少新体验 高60米388米长的澳门飞锁 以55公里洗漱体验飞行 也有室内跳伞的体验 澳门2002年开放赌权之后 各家赌业集团加入了会展 娱乐表演及度假饭店等不同元素 现有6家集团最近获澳门政府续排10年 他们承诺未来投资3800亿台币 包括更多非博彩元素 通关措施一旦取消了之后 会立刻开展有关的拓展外国后院市场的相关的工作 受疫情影响 澳门旅客大减11月博彩收入114亿台币 比10月下跌两成多 今年首11个月收入近1500亿下跌超过五成 不过大陆渴望放宽防疫 预计明年博彩收入可重上4600亿 而澳门赌业收入过去依赖贵宾厅好客 随着洗米滑稽陈永链等被逮捕 贵宾厅业务已大幅减少 德郡集团前主席陈永链 被控不法经营赌博等83项罪名5号开审 他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而太阳集团的周佐华安也审结 1月18号将会宣判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导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享有折扣哦